这个卖3399 一个月前发布的手机 是到货通知 就是没货 不满这家手机被吐槽产量很少 小明董事长雷军忍不住回呛 主要竞争对手华为 友商以前经常攻击我们 什么饥饿营销PPT手机 我说这不是PPT手机吗 不是在跟我抢卖点吗 有本事你拿货来卖 正在新品发布会上 延续一贯洗礼风格 雷军趁机反击华为 不仅产品没现货 品质也难挂保证 要是哪天把我恶急了 我就跟你们假装科普 穿孔屏的多少个弱点 和技术不成熟的地方 七个小米另起炉灶 雷军10号宣布红米升级 品牌独立 推出新机Note7 搭载6.3寸水滴全萤幕 幻彩渐变玻璃机身 不仅配备4800万画素超轻相机 更耐摔 还提供18个月保固期 而且价格也很杀 只要大约4500元台币 死守性价比 有商在过去的几年 也一直在模仿小米做性价比 说真话 性价比和有商无关 他们差距其实很远 不怕宣战较劲 雷军自信满满霸气十足 无奈小米股价 不如他强硬 依旧疲软 10号再跌3.58% 呈现连三黑 半年内市值累计 蒸发超过9000亿 原因就在中国需求恶化 连印度市场也有衰退风险 反观华为Mate20系列新机 稳坐安卓机皇宝座 小米市场占有率 恐怕难再提升 随着5G卡位站 建区百二化 小米华为 今年想必硬仗连连 三立新闻 全球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